希望大家有機會多來內蒙古 在這邊祝我們各位 學業有成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從我現在住的地方到機場40公里 然後打車的話100多塊錢 坐公交車的話大概是30塊錢 因為上次要去內蒙古的第一天 早上特別早 公交車那些都沒有 所以我就騎著電動車自己過來 今天是來到內蒙古的第六天 早上將近七點鐘 今天早上六點就起來了 三點多歲了 起來之後就開始從我的視頻 因為最近剪的這個視頻檔案太大了 一直傳不出去 今天是準備要離開內蒙古了 搭飛機回北京 今天集合的時間是7點15分 好險趕緊下去吃早茶 這什麼我就能吃了嗎 403 攤子那麼小嗎 搞一點炒飯 水果 早餐 今天這個早餐比較豐盛 還可以煮麵條 還可以煮麵條 這些麵食類的 不想吃啊還沒到年紀 炸糧 饅頭 還有那個糕 包著 肉 吃一點肉吧 吃一塊就好了 哇塞 這麼狠嗎 現在已經是7點30分了 吃完早餐 退房了 馬上就要搭大巴車去機場了 去餅去餅 謝謝 好 謝謝 豐富自然景觀 多種多樣 不僅有茫茫的草原 還有大漠戈壁 所以呢 這裡很值得各位多來幾次 那麼我們此次行程呢 已經圓滿而順利的結束 這當中呢 離不開我們各級領導的安排 在這裡呢 也有我們各位的積極配合 所以呢 我們行程才能夠這樣的愉快的結束 在這裡呢 首先感謝各位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是最優秀的 所以值得把這個最熱烈的掌聲 送給我們自己 在這邊呢 一定要感謝司機師傅啊 內蒙古的車程很長 尤其像昨天 在這邊呢 我們大家呢 把感謝的掌聲給司機師傅 代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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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是要把最熱烈的掌聲 留給我嗎 好 非常感謝各位 跟大家在一起呢 我感覺我都變年輕了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還在帶團的原因 那麼在內蒙古自治區呢 我們的旅遊季節很受限制 雖然說我的職業是導遊 但是一年當中 十二個月 我可能做自己本職工作的時間 只有三分之一 這樣的一個時間段 那麼其他的時候呢 有團我們就去個外發 就是我帶著本地人呢 到這個我們全國各地去 然後沒有的時候呢 就在這邊做別的工作 所以呢 如果此次行程當中 哪裡有安排的不周到的地方 或者是說我的工作做得有不到位的地方 在這邊呢請各位多多包涵 不瞞大家說 我呢是從草原出生 草原長大 我在長到十二歲的時候 離開草原前往市區 我這個剛開始帶團的時候 是帶的一個香港團 我的客人因為我的牙齒 他們吵得不亦樂乎 因為呢在我們這裡呢 當時非常落後 就沒有牙齒矯正的這種的 一個先進的技術 有一位客人呢 他就很喜歡我的性格 他說 你都哪裡都很好 唯一就是這兩顆牙齒影響了你 說你可以去把它矯正一下 我當時聽見這個想法非常的新奇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牙齒 還能被改變形狀 你看他多麼的堅硬是吧 所以我當時呢 就跟他在探討這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客人呢 就加入了進來 說你不要聽他的 說我的女兒在牙齒矯正之後 牙根都鬆動了 說他吃什麼飯呢 就是現在很影響 然後我這個本來是被討論的主角 就被丟到一邊了 他們倆就開始爭論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以至於最後我也沒有得出結論 我到底弄不弄我的牙齒 後來接觸的人多了 我就經常會問他們 因為這兩顆牙對於我來講 我也不是太喜歡 聽得多了之後 我就覺得我也有這個機會去弄它 讓我變得更漂亮 我就去了牙科醫生那裡 那個時候零幾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這個基礎還不成熟 他說建議我去北京弄 哎呀 我說我這一年掙的錢 不知道能不能夠伺候得了我這兩顆牙 就算了吧 後來一直就耽誤了很多年 再後來呢 牙科醫生說 是不是因為你的牙 你的老闆要開除你 我說這倒沒有 老闆很喜歡我 說那是不是你的丈夫 要因為這兩顆牙 而跟你離婚 我說那倒更不至於 那就留著吧 牙科醫生就這樣 然後肯定了我 不要再動他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呢 我就一直呢 到今天都是這樣子 因為呢 在草原長大 所以呢 我對草原有著更深的情懷 所以呢 來到這邊呢 我很喜歡 因為呢 咱們這個團特別的重要 不額 我們公司呢 也不敢說是 在這邊派一個不太熟知的導遊 我呢 一直做著 就是高端的一個接待工作 也經常陪我們自治區的領導呢 前往我們其他的省市去做考察 所以呢 就派我來接待各位了 在這邊呢 如果說是大家很喜歡花島 那我很開心 如果說我的工作讓您滿意 那我更開心 如果說哪裡有不完美的地方 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人生沒有完美 那麼在這邊呢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內蒙古美麗的地方 內蒙古呢 礦產資源非常的豐富 我們有讓我們引以為傲的草原 也有讓我們引以為傲的各種礦產資源 就像西土礦 全世界底 還有金礦銀礦 銅礦 銅礦 鐵礦 銳礦 石墨錫等等等等 所以呢 希望大家有機會 多來內蒙古 在這邊呢 祝我們各位 學業有成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也希望大家有機會再來 祝大家返程愉快 現在來到機場了 比較晚 所以現在有點困 你好 8公斤 安全出口的泡過道 這我是要拖運的 我說你的座位 安全出口的泡過道 安全出口的泡過道可以嗎 安全出口靠窗可以嗎 可以 安全出口靠窗 謝謝 先去沒有泡過的地方嗎 沒有 好謝謝 準備登機了 現在登機跟之前 不太一樣 就是以前都特別喜歡 很後面 因為剛剛今天剛好坐那位子 就在登機口旁邊 開始喊登機的時候 這邊沒排多少人 我想要先上去吧 因為昨天睡了也比較晚 早上起了比較早 所以還是比較疲憊 今天要是旁邊有小孩子 我也不跟他聊天 上次跟小孩子聊天 天啊 雞喳喳 一個小時都沒睡 哇這台座機挺小的 左邊兩個 右邊三個 我是坐在27L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靠窗的位置 現在降落到水谷機場 現在降落到水谷機場 到了站台 下飛機 裝車 好 首度機場 下來之後 跟他搭個接駁車 這邊過去就是提取行李 這邊過去就再進不來 好拿到行李了 就準備出去了 出去之後我就要去找空港1號 出來了 之後還會再參加江蘇的海峽兩漢文化樂的活動 然後現在的話 就去騎我的電動車就回去了 因為這次來內蒙古的行程好幾天 每天累積的素材非常多 我就想說趕快回去把這個視頻 把它剪輯出來 然後輸入出來 空港1號空港3號那個在哪裡 希望我們會多軟 好謝謝 好謝謝 現在來了空港1路 準備搭空港1路 這邊很多空服員出來這附近的 大家是公交車 然後我要去取我的電動車 現在是排空港1路的是吧 排空港1路的 你們都是排隊的 你們都是排隊的 這排人都是排隊 然後後面是排隊 應該都是在這邊的工作人員 支付寶寶不行是吧 這樣可以了 掃碼成功 可以了 在北平底 4號樓 3號樓到那邊 我的電動車就放在正對面 放在這邊 剛從這個公交車下來 從我現在住的地方到機場 40公里 然後打車的話100多塊錢 坐公交車的話大概是30塊錢吧 因為上次要去內蒙古的第一天 早上特別早 公交車那些都沒有 所以我就騎了電動車自己過來 然後到了之後就把電動車給充電了 充6個小時 購回去了 找到我的電動車了 我就不用再充電了 因為那時候走的時候已經充過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購回去了 只是說這電動車蠻髒的 停了6天 上面都是灰 擦一擦 那今天這期內蒙古的行程呢 就到這邊了 我已經騎上我的電動車了 導航回去了 感謝大家收看 下期見拜拜